我们输出结果 可能就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这边 要把它formate 最后的结果呢 基本上看到的 就会是BMI 前后有双引号 所以这边的话 假如说我再把它输出一次 我看到的结果 一定要长多一个东西 我刚刚多一个加这个符号 这个吧 那基本上看到是希望长这样的 比如说BMI 那这个前后的双引号 其实就是从这边来的 这个跟这个 OK 然后呢 冒号 这个先不要管他 这个多的 然后换行 换行 换行在这里 所以这个换行就换到这边来 加一个评语 评语的话就是加到这里前面 冒号 就到这里 然后面的这几个 这个东西就是逻辑判断得到的 那你会理论上这个print本身 他一定会帮我换到下一行 所以呢 我如果不要换到下一行 我可以做一个方法 有没有 最关键的地方 就这个 豆点end等于空的 他就不会换行 OK 应该可以懂 那个这样的一个逻辑 安排吧 OK 不过这个主要是语法 还是要熟练 因为这个 今天一下子就要记太多了 我发现你们已经饱和了 脑袋已经出 你那个容量已经超过上限了 可能只有32G吧 已经满了 我们只有8G 我只有8G 所以可能要换一片卡 还是 再把卡弄带一点 OK 那 当然一定会慢慢的 你全要消化一下 因为像这种东西 不可能说马上你一下子就非常熟练 但是 如果你将来如果考试的话 你就是要非常熟练就对了 就是这样 其实没什么诀窍 就花时间就对了 OK 那这个题目里面最重要就是这边 format 怎么去跟这个做呼应 像这个就是最后把这个资料 放到这个大瓜糊里面去就好了 那这个format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以后 只要要做输出资料 都会用到这个format 这个函数呢 用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你会用format 用的巧妙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程式就变得很简单 OK 这个可能要跟各位讲一下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地方 可能也是需要注意的 像float 我们前面是用int 对不对 转成整数丢过来 可是我们如果小数点 你一定要format 可是如果用float 会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我先把底下这个注解掉 然后我再加两行叙述 什么叙述呢 就是print w 好了 我们用w来看 如果我用float 假如说我今天输入的是整数 比如说70好了 enter 输出w给我看一下 再还有一个 再输入一下 你会发现哦 它变成什么 float float就是有小数点 它本来应该70的 它变成70.0 其实没影响啦 只是怪怪的 它就是有小 它就是变成浮点 你说老师可不可以把它不要点0的出现 那可以 你就改int 可是问题 如果你今天是70.5 那变成70 就是里面可以加int 就int int 也不行 因为你 不会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 如果int 也要保留 就是说整数也ok 然后小数点ok的话 交给另外一个函数 就叫eValue eVal eVal 这个在那个Excel里面有一个函数叫Value函数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 Value函数 它这边叫eValue eVal eVal函数的话 它主要 其实它的概念就是 如果你是自串前后双引号 它这个eVal函数就是 帮你把双引号拿掉就对了 拿掉了 拿掉之后呢 本来是70 那不就是意思就跟我 比如我70 用input是这样子 然后eVal 它就自动帮你把这个前后的删掉 删掉 保留中间的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等同是什么 刚刚那两个问题都不存在 不管你有没有小数点 反正我输出给各位 比如我们刚刚输入70 我用换这个 70 刚刚会70.0 对不对 那现在会70.0 看一下 有没有 它就70 那70 是不是一个整数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 print一下 这边叫做type type type 有没有 你可以证明一下 它过来的东西 是不是int 那这边一样输出70 然后175 Enter OK 有没有 它是int 那你如果我今天 70.5 这个不重要 你会发现 Floze 所以你会发现 eVal这个函数 更好 为什么 因为它不管你输入整数 或者是小数点 它都可以完整的 帮你保留里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可能第三个 转型的 function 函数更好用 所以我们今天转型至少学 int Floze Floze 跟这个eVal 其实转至少就是ster 所以转型函数大概会有这几个 这个eVal函数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转 那你不然就用eVal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这样子把它copy 然后这边一样把它贴上 就干脆用eVal就好了 OK 会好像问题就比较少一些些 最后的话 OK 应该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要多讲 多补充一个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正照考试 就会用到这个函数 OK 还有这个什么 Formator 最后的话 因为考试的时候 还会考得蛮细的 考什么呢 考就是说几个字 就是排版 这个该有点困难 底下有一个表格 你如果要试的话 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我今天 要空几个字 空几个字的话 空几个字的话 我可以在这边加一个 这个字 把这个 这个一样 把这个注解拿掉 然后恢复 然后这边把它再注解掉 如果说我今天 在这边 假如说我要十个字 比如说bmm 中间就帮我空十个字 十个字里面 就包含就是它的那个里面的数字 总共透透 如果不够十个字 其他就是空白就对了 比如说七十点五三个字 那如果十个字 它前面就空七个空白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 执行一下 那我们一样这边空白 那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因为 刚好后面的证照考试都会用到 所以一 二 三 四 五个字 对不对 后面刚好有五个字 有没有 24.49 所以total几个字呢 total十个字 有没有 所以这边 如果你将来要做出这样的效果 十个字 那你就怎么样 把它 在 点2f前面 加一个十就好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是 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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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一个字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 你想说老师 可是呢 我希望最后这个十个字 可不可以对 靠左对 靠左对齐 因为数字都是预设是靠右对齐 如果你要靠左对齐的话 很简单 就是加一个箭头 不是一个箭头 小于好了 靠左 那如果说你要靠右对齐 预设是靠右 这不用打 然后如果你要至中对齐 就是这个符号 OK 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出现的话 帮我放在这个十个字的中间的地方 那你就用这个符号 如果你要靠左对齐 对 靠左对齐就用符号 相关的东西 基本上呢 都在这边会显示还有其他的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我们正照考题的第一题 所以你们可以看书102 你先从102题 或者从云端白板里面 看到那个什么 python3的正照考试 第一类 第一类里面的102 其实就这个 什么呢 输入1234 所以你可能需要有四个input 然后output的话 需要输出什么 输出一个这个符号 然后再加上七 应该他这边有几个字 他好像说七 几个字 应该是七个字 有没有 栏宽七 意思说要七个字 输出七个字之后 中间加一个空白 然后再七个字 ok 把这个输出结果做出来 这要怎么做 关键的地方就是formate 好 ok 那这里我想有时间的话 可以现在稍微了解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可是这个formate的话 是 听说我在订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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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